歡迎回到台灣好所在的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大師很漂亮的作品 還有 還有 我們大師的作品都放在豪宅 我們來看這個 很漂亮 飛碟來的 這個實在 這個其實我想要說 一直認為我是外星人 所以我知道對飛碟很有興趣 所以我後來就 想要做個類似飛碟 但是它可以上升 但是作品叫美麗嘉義 因為我是想要找一個 我適合我記住的地方 但是這件作品應該是未來會放在一個林口 也會放在那個大字 目前是放在我的屋頂 這會不會動 你以後會動的嗎 會 有的 有噴水的 有噴霧的 但是造型會不一樣的 所以以後會不會 即使放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視點效果會不一樣 因為那裡的人氣質不一樣 大直出現一個不明飛行物 它的背景非常有趣的 所以未來可能機會 你們有機會看到 那另外 對 然後另外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也好幾乎漂亮 是屬於公共藝術 眼睛什麼意思 這天眼是什麼意思 林舊山啊 林舊山啊 其實它是密宗的一個圖騰 它是看整個世界 或是對 看內心也是看外在的世界 也是一種頓悟 也是一種前瞻的東西 所以這都很無價的東西 你看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 很棒的藝術品 放在一個房子裡頭 我會覺得讓我感覺很不一樣 你看 你是說請朋友來家也玩 你來看看 這是大師的作品這樣子 感覺很讚 就很有面子對不對 不然你來做看看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談了 從剛才我們姓權這邊談說 譬如說一些細節設計 電梯啦 客廳尺度 然後藝術啊 這些藝術品等等 是不是嘉興天后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這種的來說就叫豪宅嘛 因為其實我們觀眾朋友 其實講說豪宅 好像感覺上都很銅售 都很貴又買不起 其實我們覺得 豪宅比豪宅重要 對不對 豪宅要怎麼挑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可以簡單的說 我們會欠意觀眾朋友 事實上把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來說的話 畢竟人跟生活還是要結合 所以其實生活機能性的 這個部分上面來說 它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二方面來說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 買到一些比較不OK的房子 那屋況的話 除了它的格局規劃之外 它可能就不要有一些太大的瑕疵 比如說什麼 凶殺海殺輻射這一類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現階段 我們看到很多的案子都在講 就是可能這個區域有什麼利多 那我覺得利多不是猛 它可能才會是這個房價 到底能不能夠翻身 利多要被實現出來才行 對不對 其實真的 有的時候那種等太久 我真的就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談了這麼多的林口 現在目前的房價走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其實都很擔心 政府又要打房了又怎麼樣 那是到底林口現在 其實這幾年來林口漲得很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從09年到今年來說的話 中股的部分 09年大概中股新城市 差不多均價才一字頭 09年還一字頭 因為那時候 因為林口很大 所以當然就是說 有一些新的案子來說的話 它的價格來說 會比較高一些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五年下來 大概均價的一個部分 雖然還是在二字頭 那這個其實在豪宅的產品就不包括了 那還是在二字頭 可是可以看到漲幅大概有五成 那特別是就是說 像桃園房市起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回頭去找林口 因為會覺得說 可能林口它相對而言 它第一個 它離台北市比較近 然後第二個來說的話 它的這個所謂的一個市場上面 除了比較近之外 那當然因為價格在之前 其實反映過一波 那當桃園如果來到四十幾萬 可能很多人就會回頭說 那我乾脆回頭去找林口 對 先後來 我把牌子再拿出來看一下 對 你看 你看這邊現在目前的 那這是平均的均價 對 這是均價 新城屋二十八萬嘛 對不對 那之前你看09年十八萬 就差十萬一瓶 對 可是我很好奇 現在哪裡買得到二十八萬 這個是不是 還是有啦 還是有嗎 但是比較 是離捷運站比較遠的地方嗎 對 第一個離捷運站 當然债者可能就是 地段條件不是這麼的理由 那如果就想要 剛剛我們看到的 中商三十六旁邊咧 可能你就必須要再多花 多花些費用 我想在捷運 你講的多多少啦 剛剛講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買不到的話 多少啦 加前面對不對 不是 在捷運站旁邊 在捷運站旁邊 現在有的案子 聽說開價已經快破五十了 快破五十了 真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買房子 量力而為啦 買自己喜歡適合的 當然還是要考慮到自己預算 可是如果很喜歡逛街的 你說我要在台北市 東區SOCO旁邊買 哪有適合的 那這個大安區 可能是三位收以上 中商三十六旁邊 五十一還合理 OK啊 所以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追問兩位專家 就是說 剛才我們談到桃園的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看 像我們剛剛不是機場捷運線嗎 對不對 那感覺上什麼新莊 三重很貴 新莊很貴 然後一路林口掉下來 因為桃園更貴 對 那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目前大家打房 要鎖定桃園 第一個問題是 第一個 桃園到底會不會被打下來 那第二個是 如果台灣被打下來 林口會不會影響 或者台灣不被打下來 林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兩個問題請兩位 對 你先講 其實在今年年初 在青埔 因為高鐵特區 所以那邊從站上三十萬 甚至於現在都已經 喊到四十幾了 所以當青埔那個地方 跟台北市 甚至新北市 五谷這個地方 也都四十幾萬 所以林口收拒賽 他就沒有道理在二十幾萬 剛才看二十八萬 那個是平均價格 所以高的有四十幾 那低的 其實還是有些二十幾萬 所以從交通的環境上來看的話 也許雖然現階段是因為 整個機場捷運線會延避 所以感覺上稍微有點壓抑 反而在壓抑的過程裡面 現階段才是買房的好機會 我欣甫你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桃園會不會被打下來 會不會打下來 其實我認為 合理的價格跟合理的交易機制 我覺得是OK 但是過分的炒作 其實它是不健全的 所以你翻成白話文 就是會的意思 我就放過他好了 家綺你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 因為桃園很大 事實上我們如果說 都習慣在雙北市生活的朋友的話 你其實如果說你去桃園走一走 或是你去林口走一走 事實上你會發現到 其實離開雙北市 有些區域它的一個城鄉差距落差非常的大 比如說它可能同樣是在一個 也許是在台北市 或者它也許同樣可能在桃園好了 它可能可以有很多的一個話題 那當然可能在區域的一個建設來說也很到位 可是它相對而言會有一些很像鄉下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重大建設 那當然區域的一些建商 他們可能會採取這樣子的一個話題 去做一個房價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炒作 那當然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因為現階段我們看到QE要退場了 讓我們可以看到彭總裁一直在跟我們說 利率要往上跳 雖然我們知道幅度不會太大 但是其實這個所謂退潮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誰在裸湧 那誰在裸湧的話 就是看這個區域如果說 它沒有一定的一個支撐的一個力道 那它當然就是退潮之後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一些了 所以剛才你還是回應到剛才這樣的話 就是說不管說今天房價什麼變化 它的生活機能的支撐是最基本的 你晚上想吃個飯有沒有餐廳 對不對 你要去哪裡逛個 有沒有地方可以逛 我想這個地方買房子 還是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兩位還是沒有講說 桃園會不會打下來 好了好了 我就不要問了 不要再問了 我們光講零口 但是我們從今天整集聽下來 就覺得這個地方未來好多的一個 已經不是夢了 人家要實現了 慢慢慢慢就要實現了 然後這個地方也慢慢慢慢 沒有那麼多的霧 沒有那麼冷了 所以感覺好像還蠻好機會的 然後又提到了 其實當然那個擔心說 這個捷運要兩年後 我反而覺得 那是不是現在進場好時機 就是又可以再有機會 我覺得這個基本面很重要 是不是天后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林口到底人在成 因為那句話是這樣講 霧散了 對 人來了 人真的有來嗎 對 其實如果我們用新北市政府 它的這個移入人口的這個統計 我們可以看到從07年開始 到它現在最新的數字是到2011年 那都是一個真成長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進入跟簽出 你扣下來的話 是一個真成長的一個狀況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你可能未來一些大型的一個 所謂的利多的一個建設 那或者說一些大型的企業進駐 那你當然你可能會造成就是說 區域的一個工作機會增加 那人口的移入來說的話 是一個房價基本的支撐 所以你看 在加薪這邊資料上面是 簽入每年7000 8000 加薪9000 9000 7000 所以也是就是相當的一個數字 在這邊 對 所以你看有人嘛 然後人就可以支撐這個房價 然後現在我們又有一點點機會了 感覺好像又 還OK 還OK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對不對 希望今天大家聽下來都覺得 林口接下來大家是一個好標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謝謝 霧散 人來了 我們在講哪裡 林口 對 其實真的有改變 對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有捷運 現在我就沒有捷運像沒有腳 但是問題又要延兩年 沒關係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 真的 否則又一路上去了 對 對 所以就是傳一下 我們趕快看一下 看習慣 趕快買一下是不是 因為生活技能還是最重要的啦 對啊 你看 而且我好喜歡那個Outlet 等很久喔 等超久 不用太久 2015年馬上就到 對 而且那麼大 想到就覺得逛到 我最喜歡逛到腳三了 就是你 你就是鐵腿敗家族對不對 鐵腿的 不要這樣說 這也是可以當地很多的機會 真好 對 值得去看看